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司的资金链断掉了 已经无法正常运营了 他发疯似的到处带着项目说明书 去拜访客户 去寻找投资 只是所有人都摇了摇头 不愿意投资他的公司 无奈这下他把自己名下的那套房子卖了出去 可是还是弥补不上公司资金链的那个大空缺 最终他只是狠心 钱散了员工 宣报公司破产 那段日子几乎是他人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了 公司破产之后 他把自己关在了办公室里面 一根烟 接着一根烟的抽 他其实还是过不了心理那道坎 因为自己创业 开办的公司 就像这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 他真的想不通 他这么努力 为什么公司还是经营不下去了 只是颓废了几天之后 他还是打定主意去借一些钱 重新开始运营项目 进行二次创业 他想到了他的三个哥哥 三个哥哥的经济条件都还可以 他盘算着从他美人那里 借十万块钱 凑个三十万 他又开始创业了 只是借钱之路很不顺利 除了他的大哥 很顺快地借给了他 其他两个哥哥 不仅说自己没有钱可以借 还俨然用一副长着的样子 教训 让他不要再折腾了 说让他找个工作上班 才是正经事 借钱这么不顺利 是他没有想到的 他出生在一个孩子众多的家庭中 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上面还有三个哥哥 只是三个哥哥和他的年龄 都有些差距 他最小的三哥都要比他大十岁 生他那年 他的母亲已经四十岁秃头了 父亲也已经四十五岁了 虽然他依旧是个男孩 但中年得子的父母 还是异常的惊喜 而他这个最小的儿子 也是父母最疼爱 最关心的儿子 他的三个哥哥 对他也一直很好 总是把家里好吃的 好玩的都留给他 他大学毕业那一年 他的父母亲就去世了 那个时候 他的三个哥哥都已经成了家 有了自己的孩子 过上了相对比较稳定的生活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的生母在临终前 把他们住的那套房子 还有他们手里 存下的二十多万的积蓄 都留给了他 当时三个哥哥 都很赞成父母的决定 因为在他们结婚 买房的事情上 父母都已经 出过不少的情和理了 毕业后 便用父母留下的这笔钱 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 而那个时候 三个哥哥几乎一口同声地说 他是他们最小的弟弟 如果他创业 遇到了难题 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地 帮助他的 而这话确实令他很感动 他觉得有三个亲哥哥 他真的太幸运了 尽管向三个哥哥 借钱不顺利 他最终还是从朋友那里 借到了足够的资金 充其了他的项目 这一次 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 调整了项目的几个观点点 果然获得了成功 五年后 他的公司 已经从当初的几个人的小公司 发展成了上市的大公司 而他也逾越成为了资产过千万的大老板 而他在争了大哥的同意之后 将大哥借给他的那十万块钱 全部转成了公司内部的股份 而这个时候 大哥每年光分红 就能拿到近百万元 此时当初不肯借他钱的二哥和三哥 一下子傻了 他们实在没有想到 当初在他们看来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伴的矛头小子 竟然取得了这么傲人的成功 他们甚至跑去问大哥 当初他是不是预测到四弟可以创业成功 所以把钱借给了他 大哥摇了摇头说 不 我只知道他是咱们最小的亲弟弟 所以我要帮他 兄弟两个都羞愧得低下了头 世界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他们俩当初就把钱看得很重要 所以今天 金钱 反而和他们无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